2.5分钟 饿了是吧 开饭了 给他们喂的是泡小米 里面加了奶粉的 这么大已经有40多天大了 这么大了可以借奶了 但是借奶就能一下子把奶凝掉 泡一些小米 加一点奶粉进去 让它们慢慢的过渡 它有点吃不习惯 还吐出来了 看它们这个身子 真想说它们去洗个澡 吃奶搞得满身都顺 都别抢了 我站好 地猪吃一口 别掉了 上去 都吃饱了 太多了 一起叫的时候好吵 小夕跟老四跑过来了 让他们过来看一下他们的孩子 一家团聚了 好像还挺开心的 没有打起来 不像以前小绿烫的孩子 一见面就打起来 哎呦 这小夕我想干嘛呢 是想要吃的是吧 他好像在给老四要吃的 老四也没给他 小气的眼睛上长了一个痘痘 好几天了都没好 得帮他弄一下才行 这个痘痘就跟我们长的痘痘一样 里面有一颗小粉粒 得把它挤出来 还好我没剪指甲 可以挤出来 挤出来了 有一颗小粉粒 长了一颗痘痘 他也不舒服啊 他很配合我 没有乱动 挤出来了应该就舒服了 大家不要去模仿 因为每一只鸟长得痘痘的不一样 这个要看情况去挤 如果只是轻微的 不严重的 可以挤出来的 才去挤他 不能随便挤的 挤完之后 再给他滴一点盐水 滴一点盐水 防止他的伤口发炎感染 想吃鱼了是吧 想洗澡还是想喝水 是不是想喝水 这里面有 好像是想洗澡 放他回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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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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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